DWT檔 最後你可以發現在你的網站裡面會多一個叫Template 就是範本的意思 那你把它打開來 Template資料夾展開就是會有一個叫DWT. Default.DWT 就是它可以利用這個當範本 那其他網頁可以套用 就會有一樣的樣子 一樣的一個形式 那這個地方我們接下來再來看 第五題的話 它要我們新增一個什麼呢? 樣式表 叫CSF.CSS 然後連結到Default.DWT 那這個樣式表怎麼建立? 前面我們建立蠻多 建立方式有幾個 你可以從CS樣式裡面去找到 這邊有一個加號有沒有 新增 加號的新增規則 接下來的話這邊 第一個我們選擇複合 因為等一下總共會有幾個 幾個樣式 ABC有三個 所以呢這邊請選擇複合 因為有三個 那再來底下的話呢 因為我要新增一個樣式 所以記得這邊選擇 新增樣式表檔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在這個地方呢 建立第一個 第一個名稱 它要我們做叫做A-Link 所以你就輸入A-L-I-N-K L-I-N-K 好 A-Link之後的話接下來 按一個確定 然後呢做一些相關的設定 它要我們做的 這個檔案它問我們要存在哪裡 我們就直接存在這一個 檔名就是CSF.CSS 好 儲存位置不要改按儲存 儲存好之後就會建立第一個 A-Link的一個樣式 A-Link的一個樣式 好 你可以看到這邊 就有一個叫CSF的樣式 那它要我們設定什麼呢 請這邊字型無底線 所以無底線是哪一個呢 其實這邊說 無底線喔 就是字型裡面的最下方 文字這個NUM 有沒有 打勾就是無底線 所以這個地方稍微記一下